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这里面可以洗澡的 等晚一点人少要去洗个澡 比较吵 但是我用耳塞 塞着也可以在这过夜吧 那这个林义间的一个洗澡台 竟然有个第二层这个厕所 这边是林义间 海滑洒 我们在后备箱里煮个麦片 早上顺便煮两个鸡蛋 待在路上 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 现在继续出发 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是 这里往北大概还有七八十公里吧 就在意大利北部 在米兰和威尼斯之间 有个三角地带 他们叫汽车谷 法拉利南波基尼这些名车 都是在那生产的 去看一下汽车谷 看九毛七 自己家 六十八十一百 谢谢 意大利可能是人工太贵了 油卖那么贵 但是加油站基本就有两个工作人员 都是司机自己加油的 工作人员就负责收一下钱 甚至有很多地方是用机器收钱 一两个工作人员在那处理一下 可能有一些加不了啊 什么故障啊 就基本上干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看壹下法拉利的工廠外面全是他们建工的车辆 好像是有分车位的还是乱停的 找不到车位反正 这个停车场 刚我看了一下他是专门为法拉利的慧颜留的车位 试驾的车库 他旁边还有个赛道专门给人试驾的 这些买票 门票是22 看这些豪车 最开始这种车 这些应该算是小汽车 商用车 看一下两个座位 当时还是右多的 看这个发动机放到前面 怎么那么长 这个是1953年的 这算是豪车的 厂红的 入口的第一辆车应该是他的第一辆跑车吧 那是1963年生产 这个车的壳 内部感觉好小 812T 最后一款前置发动机的 后面的是后置发动机 车的架构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风头的 这是1984年厂的一块 黄色的 这是1995年的 0到100亿 只要3.80秒 最高时速325 iPhone 501 尾翼保留下来 这两个大餐厅 这两个市场的风扇 发动机 这应该是iPhone 501的发动机 这款是520产物 2013产物 10产物 升级车 赢到100小以三年 这款感觉没那么经典 设计有点丑 这一块又完了 5亿一个加上来了 这是2017年厂的 刹车跌刹 注意的体质 科技感太强了 在外面看跟车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是一款新车的223年 像飞船一样 这个还可以改各种颜色 复时可以体验一下驾驶房 在做衍生产品 小孩的服装 青年的服装 写运动鞋 帽子 写110号 飞银铲 这是上海的贸易公司做的 参观结束 现在前往下一站 刚刚参观完法拉利的博物馆 现在前往下一个城市 帕多 去那里最主要是想去看一下 乔托的画 因为马萨乔和乔托是文艺复兴 两个既有开拓性 标志性意义的人物 马萨乔是第一个将透视关系 运用到绘画当中的画家 而乔托是用明暗来表现立体感的 第一个画家 可以说他两个人是开启了 文艺复兴写实主义的鲜河 今天晚上又在这个高速服务区里面过夜了啊 后面是没那么吵一点 这个边我等一下把车停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地方是有免费的WiFi 看前面 但是这个地方不能洗澡 有厕所 这个迷你车挺好玩的啊 很小好几辆啊 应该是组地出来玩的 跟我那个一比就知道他有多小啊 看来意大利人那么大块头 坐那么小个车里面 一帮老年人呢 这个里面卖吃的卖各种商品 买了一个饼 看到他中间有点绿色的菜 所以买了这个饼 那个菜是苦的 是给客帖亿上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